当时救护车大老远开到通宵山区 远远就看到焦急的男童已经等在路边 男童一看到救护车来了 马上用力挥手引导救护车 当时他穿着长袖长裤和雨鞋 还顶着烈日 一路快跑四五百公尺 因为他的爸爸被野崩攻击 昏过去了 尽管爸爸送到医院 意识已经渐渐恢复 但12岁男童开始躺在病床上的爸爸 还一度担心掉泪 男童说他的爸爸是罚警 趁着端午离假 从桃园回到苗栗老家祭祖 就在上山除草整理火源的时候 爸爸的颈部疑似被野崩折伤 全身发麻随后就晕眩昏倒 他第一时间就赶紧打 一一九求救 突然都看不到 突然看不到 然后就晕一下 然后他就休息过了 然后全身都麻麻的 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 多亏12岁的儿子 冷静急紧救了爸爸一命 小小年纪不简单 既彭志明苗栗采访报道 今天就会发生了 今天就会发生了 今天就会发生了